游戏的左右操作勾起不少人而是回忆 无法复制 简单上手 弹珠台魅力又再度席卷游戏圈 美国芝加哥一群同好还成立了一间游乐场 包括专业弹珠台好手都来服务 以手工制作各式弹珠台游戏机吸引客人 近两年的业绩每年都成长至少三成 弹珠台热潮席卷美国 玩家更成立了国际弹珠台协会 从2006年开始在全球旅馆游乐场等地举办竞赛 从原本的50场拓展到今年将近4500场 参赛玩家也从500增加到5万5000多人 列布克弗是一名弹珠台好手 在他启发之下 他的儿子艾雪两岁就开始接触弹珠台 如今已经13岁 在和父亲良性竞争之下 他清出于蓝 于大批竞争者中脱颖而出 成为全球最年轻的世界冠军 列布克弗笑称自己没拿过冠军 比儿子还要逊 透过老派的弹珠台游戏 也无形中培养出一对父子间的深厚感情 欢迎新闻 吴宏姐做个报道